先oodab 第四單元要講的是 古典邏輯的語hole 古典邏輯 我們一般叫classic logic 意思是說 他其實呢 沒有那麼古典 就是不是古到古希臘去並沒有 對不對 他其實是在 十九世紀末 由 Freig 一手創立的一個 邏輯系統 那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他會有一些 語譽學上的基本預設 所以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叫做語譽學 語譽學的意思是什麼 語譽學的意思就是 簡單講就是 語言的意義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語言的意義會是什麼 好 各位想 語言的意義會是什麼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我如果說 負號症 我們每次講到負號症 各位會想到什麼 對啊 就這個東西對不對 沒錯啊 我如果講到負號症是不是就這個東西 對吧 也就是說 這種的呢 我們就說他會 所以他的這個詞的意義 就是要拿來 指涉這個世界的某個東西 指某個世界的東西 對不對 對吧 好 比如說我如果跟這位同學說 同學把你的 iPad 給我 好 那同學就把他的iPad 拿起來 對不對 因為他 他知道我的iPad是這個意思吧 對不對 我說把你的iPad給我 他就想喔 我的iPad 那我的iPad就是這個東西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給老師 對吧 OK 所以我們那個語言的意義就是 你知道我用這個詞 就是要來講某個東西 是吧 沒問題吧 最簡單的是這個方式 OK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語言的意義 是我們語言既然是用來描述這個世界 所以他的意義來源就是這個世界 邏輯學來想法很簡單 語言用來描述這個世界 所以呢一定是這個 這個世界就提供了語言的意義嘛 就這個意思 語役學簡單講就是 這個語言你也符號代表的意義對不對 就是要去對這些來做一些解釋 最簡單的方式 第一個我們從 單稱語詞來看 好 什麼叫單稱語詞呢 我剛剛講的 負號證 就是嘛 就是一個單稱語詞 所以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對吧 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每次講到負號證的時候 就是要講那個東西嘛 好 那我都講 憲政台大校長 那各位就知道我在講哪個東西 就坐在校長室裡面那個東西 對吧 沒錯啊 是吧 一樣嘛 我如果說什麼文學院院長 對不對 台大文學院院長 那就是什麼 就不管你認不認識他 你都知道我在講哪一個 就是那個東西 對不對 那他是在指一個東西 如果指一個東西 這個叫單稱嘛 只指一個東西的 OK嗎 剛剛那個 同學把你的 iPad 給我 也是一樣嘛 你的 iPad 也是一個東西嘛 對吧 可以嗎 那當然啦 有時候你會 你會覺得這個單稱語詞 你用的不夠好 對不對 比如說我如果跟這位同學 同學 把你的筆給我 是 我那麼多筆 你是要哪一支 他會不知道嘛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講單稱的話 我必須要明確的指出是什麼 對不對 對吧 比如說把那個 上面有貼Hello Kitty的貼紙 那一支比給我 對吧 我一定要能夠 讓他確認我要指的是哪一個 這個叫單稱嘛 OK嗎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有很多是用這種單稱 那單稱語詞我們認為 他的 他要講的那個對象 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他的 語意 就是他的 reference 就是他的語意 OK 好 很簡單 好 那如果是 通稱語詞就是我們的general term general term包括什麼呢 我們一般大部分用的都是啦 譬如說 男人 女人 人 投影機 桌子 椅子 講台 對 麥克風 這些都是所謂的通稱語詞 那他的語意值會是什麼 通常他的語詞就是各位設想 有一個集合 以我們現在的方式來講就有一個集合 那所有符合這個語詞的都在這個集合裡面 對吧 OK 譬如說男人好了 傅老師有沒有在男人這個集合 有嘛 我是屬於裡面的一個element 對不對 是吧 沒錯吧 你的微笑意思是 你知道我接下來講什麼 太厲害了 好 他已經聽說我接下來講什麼 我再講一次 我再把剛剛那個重複一次 假設男人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傅老師有沒有在男人這個集合裡面 有嘛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如果人這個集合 傅老師有沒有在裡面 為什麼這個比較遲疑 好 這個就是剛剛笑的原因對不對 好 我知道你要笑這個 欸 你有聽我講課過 太厲害了 連我的梗都知道 厲害厲害厲害 好 OK 所以各位想 那個 通稱語詞的語意值是什麼 就是一個集合的東西 可以嗎 好 就一個一個集合的東西 當你在想這個詞的時候 你其實想到是一個集合的東西嗎 OK 那 比如你想要桌子 對吧 好 那當然啦 有些同學會有這個疑問啦 就說 欸 老師 那萬一 我的集合跟他的集合不一樣呢 比如說 我說桌子的時候對不對 各位 這個講桌算不算桌子 算還不算 算 都算 大家都沒有意義 有沒有覺得他不是 講桌算不算桌子 萬一有人覺得算有人覺得不算怎麼辦 對不對 好 這個不在邏輯要關心的範圍 OK 對不對 至於他算或不算不在邏輯關心的範圍 當然古代的邏輯學家比較樂觀啦 他們認為 每一個詞的那個集合應該都是固定的啦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才沒有這麼理想咧 對不對 對吧 人類會因為那個語言的使用 我們上次講過那個語言的開放性嘛 人類會因為語言的使用 因為時代的不同 其實這個集合會有點 一直出現麻煩對不對 對吧 是吧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啦 在以前如果你跟別人說 我的哥哥是男人 請問這句話真還假 一定真啊 為什麼 因為哥哥一定是 男的對不對 可是請問各位 我們或許現在還沒那麼明顯 可是或許二十年後 我們的哥哥不一定要是男性 對不對 是吧 你看他點頭點得很好 太棒了 自己去寫加分卡 點得很好 點得很好 所以意思是說 你搞不好二十年之後我們的 哥哥不一定要是男性 就是說那個語詞 哥哥這個 這個詞本來它的意義 一定要是男性嘛 對不對 對吧 可是搞不好二十年後他不一定 對啊 我們搞不好也承認那個女性 可以當哥哥 對不對 對吧 所以 以前的物理 邏輯學家會認為說 當然我們這個 語詞的意義應該是固定的 就每個集合應該是固定的 但現在沒有這個 現在這個看法比較改變的 尤其是 我們很多邏輯學家去探討那個 語言哲學家去探討那些 語言轉變的意義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固定 不過在我們這門課 我們暫時還是把它當成 一個一個固定的就可以了 沒關係 各位不用太深究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興趣再去修語言哲學的課 他就會告訴你很多有趣的事 只要滿足這個語詞的性質的對象 所形成的集合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它語意值 就它 泛指這些東西 好 那對我們這門課最重要的 現在 要做的是這件事就是 語句的 語意值是什麼 語句的語意值其實就是 真假值 OK 就是 這句話到底為真 還是 這句話為假 這語句的真假值就是我們的 描述這個世界 對吧 比如說 你告訴我說 傅老師是男人 真的真的真的 對吧 因為我講的就這個世界的樣子 對吧 然後你如果跟別人說 傅老師是個女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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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句話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現實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你在描述真假的時候 你其實是在描述這個世界 好 不過不要忘記囉 我們的真假值 真假值有這麼弱嗎 沒有喔 不要忘記我們真假值沒有這麼弱喔 我們的真假值其實包括了什麼 邏輯可能的 對不對 對吧 我們有邏輯可能為真嘛 對不對 比如說 傅老師是女人 雖然現實世界是假 對不對 你那種告訴我 跟我說 傅老師是女人 這句話真還假 那你要先告訴我 你要有回答的是 傅老師是女人在現實世界裡面真還假 還是 傅老師 是女人在邏輯上可能為真還是可能為假 OK嗎 所以這兩件事不一樣 所以這個 需要說明一下 這兩件事不一樣 是女人在邏輯上可能為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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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古典邏輯的 這個語譯學的假設 我們有三個很重要的假設 OK 各位把它記下來 我們有三個很重要的假設 第一個假設叫二值原則 OK 也就是說 我們的值只有兩個 那從我們的古典邏輯 語譯學來看 我們兩個值當然是哪兩個值 真跟假 對吧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 既真又假 也沒有不真不假 OK 我們沒有這個值 就是在古典邏輯有沒有 不考慮 這種值 OK 那這種值在哪裡會出現 這種值在哪裡會出現 有沒有什麼地方會出現 既真又假 既不真也不假 來 請說 未來的事情 什麼意思 都有可能是不是 都有可能 那也有真假值啊 對 但是它 會不會有真假值 比如說 你會跟傅老師結婚 這件事要嘛真要嘛假嘛 對啊 所以有可能真有可能假 可是它還是有真假值啊 是吧 有嗎 是 請說 無法被確定的事 比如說 我本來三個就 對對對 OK 這個一定會真 是不是 好 不可能 不確定真假 很好 來 尚未被觀測到的事情 對 尚未被觀測到的意思就是你說不出來嘛 就是 它還沒塌陷到一個 確定一個 好 我知道各位的意思 不過 我們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會混淆的地方要搞清楚就是 不確定真假值 跟沒有真假值 是兩回事 有些是我不確定它的真假值 可是它應該會有 像我剛才跟同學講說 他會跟傅老師結婚對不對 對吧 這件事情是 不確定真假值 但它有沒有真假值 有 對吧 來 是 請說 矛盾的句子 對 它就沒有辦法確定 對 很好 這說謊者悖論 它講的是Live Paradox 裡面的例子 對 那句話就不知道真還假 對吧 就這一句話 就是S是一句話嘛 S為假 S是一句話嘛 然後它描述S為假 他說他自己為假 那他到底真還假 如果他真他就是假 如果他假他就是真 對吧 他自己說他自己是假嘛 對吧 意思就是這樣 我現在說的 這句話 是 謊話 那這句話是真話還是 還是謊話 我到底說實話還是說謊話 如果我說的是實話 那我就跟你說我說的這句話是 謊話 如果這句話說的話是謊話 那我剛剛就說了 實話 所以我到底是說實話還是謊話 很好 OK 所以這種句子其實在我們這個邏輯系統裡面不考慮 因為其實有但是 在我們這裡不考慮 很好 再來叫做這個真值含應原則 我們叫Truth Functional Principle 意思就是說 真值含應意思說 我們上次有講過就是你input 進來有真假值 你的output 就有真假值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看這個真值含應原則 第三個我們稱之外延原則 我們叫Extensional Principle 意思是說 我們所有語句的真假值 都可以由最簡單的原子語句 來決定 就是我們的原子語句的真假值 就會決定這句話的真假值 任何的句子的真假值 都可以 用 最簡單的原子語句的真假值來決定 這個我們叫外延原則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二子的原則是這樣 就是命題會具有真假值 意思是說 它或者是真 或者是假 但是不能既真又假 也不能既不真也不假 那剛剛那個既真又假的 剛剛同學有舉例的對不對 就說謊者悖論對不對 就S 如果是一句話 那S這句話為假 那如果S這句話為假 它就為真 對不對 如果S這句話為真 它就為假 因為他說它這句話為假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例子 哪些句的真假值 怪怪的呢 比如說 這個各位比較熟悉 明天將會發生海戰 請問問題出來哪裡 這是哪一天的明天我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我講過它是indexical term 對吧 我沒有辦法決定它真假值是因為 明天是一個指示詞 我沒有辦法決定它是哪一天 如果我可以確定它是哪一天 它就會有真假值 對不對 那接下來各位 這個例子就更有趣囉 好來各位看看這個例子 無臉男是千尋的好朋友 真還假 沒有對應到現實 所以真還假 好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好朋友就是很好的朋友 對 是 隨便啦 定義不重要 重要是那個 這句話 到底 如果讓你來判定它會是真還假 很怪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無臉男又不出 不存在在這個世界對不對 千尋也不是嘛 對不對 它都只是那個 動畫裡面的人物嘛 對吧 是不是 那我到底要講它真還假呢 這個 對我們來講會有點 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 如果剛剛講說我們的語意 是要來描述這個世界對不對 對吧 我們的語言是要來描述這個世界嘛 是吧 那顯然就會有一點點 麻煩對不對 對 這個現實世界不存在的東西 那真假是要怎麼給 這個大家就會有點麻煩了 OK 好 那這次二子原則一般會碰到麻煩 就是說 我如果有指示詞 或者有一些這個不存在的 東西的話 那我怎麼去判定它的真假是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邏輯系統 專門來對付這個 OK 有一種對付方式是這樣 就是剛剛有同學說 這句話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既然有人寫了五臉男 有人寫了千尋 他就屬於我們現實世界的一部分 有人會這樣主張 OK 好 那你會說 老師可是它不存在啊 沒關係 我們有一種存在 叫做潛在的存在 OK 就是有一種主張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的存在樣態叫做Exist 對不對 我們是存在的 那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有一種存在形式叫做Subsist Sub 就是比我們 好像 沒有那麼明顯的存在的存在 有一種存在形式可以是這樣子的 OK 所以這是一種主張 那有一種主張是說 不 只要是這種句子都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它 不存在的東西 你描述不存在的東西有任何性質 都一定是假的 這又是另外一種主張 那有一種主張是說 它根本就不可以是我們 理想語言的一部分 OK 換言之 如果有一個人這樣跟你講的話 這位同學 你想太多了 想再多也是沒有用的 面對現實吧 當他這樣跟你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那些幻想的東西都要去掉 因為它不是你 理想語言中的一部分 所以這幾種的觀點都有人在 進行就是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主張 所以是一個有趣的討論 所以有人覺得真 有人覺得假 有人覺得沒有真假值 各式各樣的理論都有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其他的邏輯系統 真的很有趣的 那第二個原則我們叫做真值含應原則 很簡單 它的說法是說 在古典邏輯 語言裡面呢我們出現連接詞都是 真值含應 OK 那真值含應意思就是說 你input 有真假值 output 就有真假值 透過這個 function 運作之後 你透過這個 function 計算之後 你進來的有真假值 出來的句子就會有真假值 那最簡單的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命題 P 跟Q 是不是每一個情況都有真假值 對不對 那透過中間的and這個含應之後 他得出來的結果也都有真假值 OK 換言之你不會找到 他的 input 有真假值 而 output 卻沒有的情況 可以嗎 好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 operator 都是這樣 或者所有的 functor 都是這樣 不是喔 有很多不是的 來我們舉幾個例子看看 好 第一個例子是 I know that OK 就是 如果P 是一個句子 我知道P 我知道P OK KP 就是我知道P 好 那請問一下 當我用這個來 做的時候呢 如果P 是真 那我知道P 應該是真還假 有些真的事情你知道 但是一定有很多真的事情你不知道 沒錯吧 是不是 比如說有些什麼真的事情你知道 一加一等於二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是不是 對吧 一加一等於二這句話為真 而且我知道一加一等於二為真 對不對 是吧 好 那你會不會知道所有事 不可能 比如說 傅老師有三個哥哥 你知道這個為真嗎 懷疑的眼神 怎麼回事 你覺得我有三個哥哥這件事應該是 假的 為什麼 我家有很多事情是真的你不會知道的 對吧 是不是 沒錯吧 就是有些事情真的你知道 有些真的事情你卻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即使我告訴你P 是真的 你也不確定你知道P 是真的還假 這個問號的意思是這樣 大概只有一個 大概只有一個 對象 或者是 東西我不曉得該怎麼稱呼他 大概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說 P 是真的我就知道 如果P 是真的你就知道表示你是什麼 上帝 你就 上帝都有可能全知嘛 對不對 你必須假設我全知才有可能嘛 對不對 否則的話不會知道啦 好 不過底下這個有趣喔 如果P 是假的 我知道P 一定是假的 對不對 同意嗎 意思就是你不會知道假的事情 同意嗎 同意嗎 有人搖頭不同意 我就知道有人會不同意 太棒了 因為每一年都有人不同意 對吧 為什麼 人為什麼會知道假的事情 舉個例子我聽聽看 這件事情假的 然後我知道它 很怪喔 各位 我舉個例子好了 各位想像一個情境啦 就是說 譬如說 傅老師明明沒有劈腿 對不對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我太太指的我鼻子說 我知道你劈腿 這是我心裡的OS 是什麼 如果傅老師明明沒有劈腿 對不對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他指的 我太太指的我鼻子說 我知道你劈腿 或者說你一定有這種 你一定有這種經驗對不對 就是你明明沒有做這件事 比如說 那個花盆不知道誰打破的對不對 然後老師就直接 我知道是你打破的 這時候你心裡的OS是什麼 告訴我你的心裡OS 就是你沒有打破花盆嘛 對吧 然後我看到那個打破花盆 我就指著你鼻子說 我知道是你打破的 這時候你心裡OS是什麼 來告訴我 來是 笑得很開心 是想 對 對啊 而且老師你怎麼可能知道呢 你這胡 胡扯的嘛 明明就不是我嘛 對吧 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知道假的事情 這意思是假的嘛 你怎麼可能知道假的事情 不可能 你不可能知道假的 好 同學眉頭皺得很深 沒關係 我來舉個例子讓你更清楚這件事 好 各位想像一下 在古希臘時代 在古希臘時代 古希臘人會不會告訴你 我知道 我知道 地是平的 我再說一次 古時候那個對大地的概念 因為Earth 其實是平的嘛 就是 古希臘人會不會告訴你說 我知道 地是平的 會吧 對吧 好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那個地球的樣子 對不對 對吧 請問你現在還會不會認為 古希臘人 知道地是平的 不會 來請告訴我你會怎麼形容 以為 對不對 對不知道自己犯錯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其實不會知道的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為假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用 知道這個字眼是不符合 說話的方式的 因為你不會知道 假的事情 OK 知道嗎 像剛剛那個干我屁事的意思就這樣嗎 對不對 就是 那只是你以為而已啊 你怎麼可能知道我打破 我根本就沒有發生這件事 你怎麼可能知道我打破 這根本就是 亂來嘛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各位可以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第二個例子是 如果是 必然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是 necessary 就是必然的 各位想想看 批為真 是不是一定必然 批為真嗎 一定嗎 一定嗎 不一定嘛 來 最簡單的例子來 各位看看我 傅老師是男人 真還假 真 對不對 請問他是偶然為真還是必然為真 傅老師是男人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 必然的 為什麼 我一定要是男的嗎 不一定啊 對吧 當時只是那個 看哪個 游得比較快而已嘛 是吧 沒錯吧 萬一另外一個那個染色體的游得比較快 我現在就女的啊 對吧 只是因為這個染色體游得比較快我就變男的啊 所以 其實只是 偶然的嘛 就是哪一個精子會去跟卵子結合 這一定是偶然的嘛 沒有人會覺得這是必然的吧 當然也有 什麼樣的人會覺得他是必然的 對 決定論太棒了 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已經被決定好了 你就被決定好是男的 除非你是抱著這個想法 你才會認為 那個真的都是必然為真 OK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觀點 不過 比較違反我們一般想要因為我們有邏輯可能 如果是 決定論就沒有邏輯可能了 OK 一切都是邏輯必然 OK 來是 那搞不好有人是看你性別來決定 你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有人才會覺得什麼 你叫必然的意思嗎 因為假設說我的小孩是男的男的女的 這件事可能可以說是偶然 對啊對啊 就是你生出來之前是偶然的 因為你要去檢查嘛 對不對 然後 我這樣說 那如果今天是因為 冠上來說 這個誰連結這個名字 可能他個人就已經認定會不會取這個名字 就有性別 因為有人就不想 哦好好好 你說得很好 就是這個名字跟這個東西之間有個必然連結 對吧 沒錯這是一個重要的 語言哲學上要探討的議題 就是說 這個名字跟這個人會有必然連結 所以當我講 傅老師的時候其實已經 連結到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必然是個男的 你要意思是這樣嗎對不對 是嗎 OK 好 不過我們比較在意的是前面那個階段 就這個小孩還沒出生之前 我還沒跟他取名字之前 我們都會覺得 他的性別應該是偶然的啊 你現在如果懷孕了對不對 對啊 我問你是男是女 這個應該是偶然的吧 這個不會是 選擇性 那就再往前推一點啦 因為他還是要選男的還選女的啊 對吧 是吧 他還是有選擇權啦 是吧 你的是說已經受精之後的狀態嘛 對吧 那你就再往前推 總有偶然的情況啦 是吧 好 不過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他有爭論 就算你是這個觀點他還是有爭論嘛 所以他其實是 Possible 也是一樣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他當然可能為真 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吧 可是如果這件事是假的 他一定是 可能為假嗎 可能為假還是 不可能為假 他有可能為真嗎 有沒有可能為真 可能為假 如果命題P 是假的 他有沒有可能 可能真可能假 比如說 傅老師是女人是假嘛對不對 對吧 那 傅老師可能是女人應該是 真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即使P是假的這個是變真的 那1加1等於3是假的吧 那1加1可能等於3 還是假的啊 所以有些句子帶進去他會是真 有些句子帶進去他會是假 對吧 所以真假不一定 那第三個原則是外延原則 他意思是說 負荷語句的真假值呢 是由原子語句的真假值來決定跟 語句本身的內容或者意義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的形式會決定了 他的真假值 OK 我們形式基本上是決定了他的真假值 好 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 P and not p 就是negation p P 和非P 這句話本身一定是假的 對不對 不管P帶什麼句子進去 對吧 你無論P帶什麼句子進去 他都是假的 沒錯吧 因為這兩個不可能同時成立嘛 對不對 傅老師是男的 而且傅老師不是男的 這句話一定為假嘛 對吧 不信的話如果對方問你說 你到底愛不愛我 你跟他說什麼 我愛你 而且我不愛你 我也不知道 接下來會有什麼事發生 對不對 好 OK 所以各位知道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句話的真假值 無論在 什麼情況下他其實都一定為假 他不會為真的 可以嗎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連接詞的語意 這個很簡單 連接詞的語意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用了這些連接詞 對不對 他的結果會是什麼 那 大部分各位都很直覺 我猜各位都很直覺 比如說 二值原則裡面 我們第一個要根據二值原則 我剛剛講到二值原則 我們每一個命題 出現一定只有兩個情況 真跟假 對吧 所以呢如果是出現一個語句 我們就要考慮兩個情況 如果出現兩個語句 因為真假要配對不對 所以要考慮四種情況 對吧 依此類推 所以呢如果有 n 個命題 我們就要考慮 2 的 n 次方的情況 這樣可以嗎 比如說我們就有 八個命題出現 那我們應該考慮這種情況 256 種情況 對吧 每一個情況要全部列完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先從否定號開始 各位看一下 否定號呢就是 如果 p 為真的話 那 negation p 一定是為假 對不對 那如果 p 為假的話 negation p 一定是為真 所以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p 為真 negation p 它就是假 對吧 那如果 p 為假 negation p 就是真 對吧 ok 沒問題 很好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各位都一定 很厲害 那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其他的記號 就是說 這個 negation 有時候我們在其他邏輯書 會看到不同的記號 你就把它當成一樣就好 譬如說像這個 wave 的這個波浪狀的記號 或者像那個 minus 這個減號的那個記號 你都把它當 negation 就好了 ok 就當成一樣就好了 這是其他 有可能出現的 好 再來是 disjunction 選言就是 all all 的意思 那all 的記法很簡單 就是 p or q p 跟 q 只有在 p 跟 q 都為假的情況 p or q 才會為假 其他都為真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只有在最後一個情況 p 跟 q 都為假 各位可以看 最後一個情況 p 跟 q 都為假 他才為假 ok 其他情況都為真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是吧 好 但是有個小麻煩是這樣 有一個小麻煩是 他有一個 符號呢 我們稱之為 exclusive disjunction ok 就是 互次的選言 互次的選言意思就是 兩個不可以同時為真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 很簡單啊 就是我有一個 這個朋友啊 他有一次跟我抱怨說 哎呀你們這個大學邏輯課要好好教 我說幹嘛 他說要不然那個大學生來 我都愛再教一次 我說你教他什麼 他說他有一個 電源 有一個電源 然後呢他跟這個電源說 我跟你講喔 等一下 有人會來 拿那個壞掉的回來 東西回來 你要記得 就是換新的 或者退錢給他 換新的 或退錢給他 換新的 或退錢給他 請問你如果是電源你聽到的是什麼 這兩個可不可以同時成立 可不可以 不行就叫互斥吧 可以嗎 對吧 可是那個人 聽成是可以 可以同時成立這個叫inclusive 相容的嘛 對不對 結果他又寄給他一個新的 又把錢退給他 對吧 那就是沒有搞清楚那個 或的意思 因為或有時候是 起義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裡的是兩個都可以 對吧 這樣可以嗎 OK 就好像如果有一個同學來找我說 老師老師 我真的很煩惱 我到底是跟A結婚好 還是跟B結婚好 我跟A結婚或跟B結婚 那如果可以兩個都取那就 那就不用煩惱了吧 對吧 問題就不行嘛 對吧 就是他是互斥的 他不是相容的 OK 就是這個或有時候有點麻煩是這樣 OK 再來是conjunction conjunction的話呢是 只有在P跟Q都為真的情況他才為真 對不對 好意思就是第一個情況 P跟Q都為真的時候他才為真 其他都會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conjunction and 這個符號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 經常用的這個and的符號 那有的呢會直接用一個點 一個 dot 來表示 也是and的意思 OK 好 這三個符號大概都是比較 一般沒有疑問的 大家都很直覺就會接受的 好 有問題的就是這個 條件 conditional conditional呢我們的語意是這樣 各位注意看語意很重要 就是只有在P為真 而且Q為假的情況是這樣 P則Q為假 其他情況都為真 意思是只有在第二個情況這個為假 其他為真 好那有疑問會在哪裡 有疑問會在 前見為假的情況 各位聽聽看這個例子 如果傅老師是個女人 那麼 她一定是個千交百媚的姑娘 曾凱甲 如果傅老師是個女人 前見是不會假 對不對 那麼 她一定是個千交百媚的姑娘 請問這句話真還假 好 大家會疑惑了對不對 因為她前見明明就為假嘛 對傅老師是個女人為假 對吧 可是有人會覺得這句話為真 有人會覺得這句話為 假 很顯然對不對 是吧 所以好像她不是像這個真假值 這麼 這個給法 對不對 對吧 所以各位要記得 我們這個conditional 其實呢 我們一般會把它叫做 material implication 意思是說 我們為了一定要給他真假值 我們就 給了他真假值 那很多 更 更多的邏輯學家 會認為說 事實上後面這兩個 根本就沒有真假值 或者是他是有疑問的 或者他的 語意要另外給 因為當我們會用如果的時候好像就不是現實事件發生的事情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的 如果這種句子有沒有意義 當然有意義啊對不對 因為我們常用嘛 是吧 我們不會說如果這種開頭的句子沒有意義嘛 對吧 比如說我如果跟各位說 各位同學 如果我是鳥 我就飛到你的窗前 幫你上課 然後你就說老師 你不要再發瘋了 對吧 因為如果你是鳥這件事根本不可以成立嘛 前面這件事不會成立嘛 對不對 是吧 所以 後面這根本就沒有意義嘛 老師你不要再講這種句子 這種句子沒有意義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種沒有意義對不對 就是 傅老師如果跟你說 如果我是鳥我就飛到你的窗前上課 對不對 那你就說老師這個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可能是鳥 Right 是吧 有這個可能性嘛 就是說你會覺得這個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老師你好浪漫喔 對不對 如果你是鳥你就飛到我窗前上課你好浪漫喔 有些人就會覺得它是有意義的 對吧 所以有沒有意義這件事情其實在邏輯學界爭論很多 只是在我們古典邏輯裡面因為我們必須要給它真假值 各位記得我們剛剛講說它是真值含硬嘛 一定要給真假值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給 那它會跟很多人的直覺有衝突 很抱歉 這個時候 我們要犧牲掉你一點點的直覺 好嗎 OK 所以它如果跟你的直覺有衝突那個語意如果跟你的直覺有衝突 那我們在這裡就要犧牲掉你一點點的 直覺 OK 因為 這樣子的話這個系統才會比較powerful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 Horseshoe 的這個符號 就馬蹄形這個符號或者 兩個橫線的這個符號 那這個通常是用在證明上面在proof上我們比較常用 在證明上我們比較常用 所以這些符號都是把它當成一樣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是等值號equivalence 就是 biconditional 那當 P 跟 Q 語意值一樣的時候呢它就是為真 其他情況為假 所以 什麼時候是語意值一樣呢 就是在第一個跟第四個 OK 這時候呢是一樣的 好 其他呢是為假 那我們有可能看到其他記號比如像三個橫線的 注意這個是等值號不是等號 因為它是三條線 OK 而且是橫的不是直的 對 因為很多人喜歡畫直的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講到三條線 就直的 不是 是橫的好不好 好 又有用這個兩個橫線的雙箭頭 可以嗎 來 我們來解決上次的一個小問題 上次有同學來問我這個 其實這個問題今天有很多同學都出現了 就是在那個你們寫作業的 C 大體裡面的第九題 剛剛有很多同學來問這題 就是前提不可能全部為真的 論證一定是有效論證對不對 很多人 覺得這個 怎麼會是 這句話 這個 這個乘數為什麼是真的 對吧 好 他的最簡單解釋是這樣 他的最簡單解釋是這樣 就是說 前提不可能全部為真是什麼意思 其實各位要記得 前提不可能全部為真 意思就是 前提 所有的前提放在一起 本身就是矛盾的 的意思 所以你把所有的前提放在一起會矛盾嗎 因為 不可能全部為真嘛 那你想想看 我們要用AND來連接 對不對 AND是不是要都為真才為真 那如果前提不可能全部為真 意思就是他用AND來連接一定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的 換言之 你把前提全部放在一起一定會得到矛盾 OK 一定是矛盾的 那 矛盾這件事情的是什麼 矛盾這件事情在論證裡面最有趣的是 矛盾可以推出 任何結論 OK 譬如說有幾個例子 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 傅老師長得很帥 請問這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有效喔 對 太棒了 哪一個說得舉手加分 對 有效 OK 為什麼這是有效 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長得很帥這是有效論證 為什麼 對 因為前提矛盾了 很好 就是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這是矛盾的 對吧 所以他可以推出任何結論 那我以前在問的時候 為什麼你看只有 寥寥幾位同學會說他是有效論證 其他都不願意回答 為什麼 來 不願意回答的 剛剛都不回答 不回答的 你們心裡在 那個 遲疑什麼告訴我 對 你們不願意承認結論是真的 對吧 就是傅老師 長得很帥那個結論 你們不願意承認他是真的 對吧 是吧 這個就是推論上的誤導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應該跟各位講過很多人在 考慮邏輯的時候 他會出現一個盲點是 會以為 只要推論是有效論證 結論一定為真 但是我在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就花了很多精神跟各位說這件事成立嗎 不成立喔 就是 推論是有效論證 正確的推論 有效論證 有沒有保證結論是真的 沒有喔 所以我剛剛講的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長得很帥 他是一個有效推論對不對 那有沒有保證結論是真的 沒有啊 所以你們不用遲疑的 各位聽出盲點了嗎 那個盲點就在於很多人會覺得 老師我如果承認你這個推論是有效論證 那我就承認你很帥 No 沒有 對吧 因為我剛剛講過 如果前提是矛盾我們可以推出 任何結論 對吧 矛盾可以推出任何結論 對吧 所以呢下次有人再跟你講這個說 那個地球是圓的而且地球不是圓的所以傅老師長得很帥 你就說對 這個推論是有效論證 正確推論 對吧 是吧 好 那他說哇太感謝你的對不對 這樣稱讚老師很帥對不對 你不要高興的太少 我也有一個論證提供一下 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長得跟 巴拉一樣 請問這是一個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有效啊 對吧 是不是 對吧 因為 矛盾可以推出 任何結論 所以我們就沒有說你一定要 那個 那個結論可以隨便擺 對啊你結論要擺什麼隨便你 OK嗎 好 這是一個想法 另外一個想法是這樣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好 好 假設啦 假設這個 我們找助教來當例子好了 因為我還沒有認識各位東西很深 怕得罪各位 得罪助教沒關係 我認識他比較久 好 比如說這個宏道助教 對不對 對吧 假設我認識宏道 助教的女朋友 OK嗎 好 然後有一天呢我就這個看到那個 這個 宏道助教呢有一天這個我在 那個公館夜市看到他 就跟一個不是他女朋友的女生 兩個人在一起 勾肩搭背搂腰肩牽手 怎麼做到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那個正名助教曾經做過十十天 你們可以問他 他有一次還傳了一張圖片跟我說 老師我找到這個實際的例子了 對 勾肩 搭背腦腰肩牽手 你們等一下去問他 好 OK 然後呢 各位知道 假設我看到對不對 請問我要不要告訴他女朋友 要不要 當然要老師這麼正直 我已經跟他女朋友講 我說 哎呀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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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道 我看到那個 宏道助教昨天在公館夜市 牽著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真的嗎 他就很生氣 跑去問那個宏道助教 你告訴我 昨天晚上你在哪裡 然後那個宏道助教跟他說 我昨天晚上在 那個圖書館二十四小時自習室念書 整個晚上嗎 是 一個人嗎 是 然後他就很高興地回去了 各位會笑的原因是 剛剛笑的原因是 假設你是他女朋友的 室友好了 好不好 OK 當然我為了那個性別平等的緣故 我剛剛那個女朋友可以換成男朋友 宏道助教交男朋友也不值得驚訝 對齁 是 好 OK 所以各位不用 對那個性別有太深刻的印象 我只是舉例而已 好 那換成另一半好了 這宏道同學的另一半 OK 好那我跟他講之後 結果他就說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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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 呃呃呃 你是他另一半的室友然後你就問他另一半說 欸 老師不是跟你說昨天晚上他跟另外一個那個 人在那個約會嗎 對啊對啊你相信嗎 相信啊 傅老師看起來那麼正直 欸可是 那個宏道 有跟你講說那個 他昨天晚上都在 圖書館自習試念書啊 對啊 你相信嗎 相信啊 好各位聽出端倪了嗎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 這兩件事都相信 請問你 心裡對他的OS是什麼 你腦子進水了嗎 很好還有嗎 盡量conven沒關係 都可以加分的 是 他什麼都相信對來是 剛剛舉手 跟他一樣 對啊 如果 連這個這兩個顯然是矛盾的對不對 就這兩個人講的話是矛盾的嘛 所以我們會 給他一個comment是說 如果他連矛盾都可以相信 那他還有什麼是不能相信的 對吧 OK 這個就是矛盾可以推出任何結論的意思 就是如果他已經矛盾了 對不對 那什麼都是他的consequence 他要推出什麼都可以啊 就 百無禁忌了嘛 對吧 所以都是有效論證 所以當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你的推論都是有效的 你不要太高興 什麼意思 對你已經 如果你是一個矛盾的人對不對 你當然怎麼推都有效啊 對吧 所以 各位要知道 邏輯很重要是要告訴你說 你要回來試試看自己有沒有 想想看自己有沒有道理 如果你無論如何都覺得自己很有道理 那你麻煩有點大喔 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無論如何都覺得你是有道理的 那大概在邏輯裡面只有一個情況要成立 什麼情況 就是你已經產生矛盾了 對吧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覺得你很有道理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偶爾理解到自己不太有道理 恭喜你 對吧 你正在正確的邏輯思考 對吧 那你如果有always覺得自己很有道理 那對我們來講才是更困 更麻煩的事情 OK嗎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們 現在要從這個4.4 開始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這個 先來談談恆真句 所謂的恆真句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考慮某一個語句所有可能的情況 那無論這個語句你考慮它在哪一個情況裡面 它在所有情況裡面 這個語句最後的結果都會為真 換言之就是說 你不管考慮什麼樣的邏輯可能的情況 因為我們有 跟各位討論過 我們其實在考慮語句的真假的時候我們是考慮所有 邏輯上的可能情況 所以如果在所有邏輯的可能情況裡面這個語句都為真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語句稱之為恆真句 OK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它是不是一個恆真句呢 好 我們呢 就要藉由 上次我們所說到的這個 語句的真假值 來幫助我們 做這樣的一個運算 那各位記得我們 在之前呢我們已經講過了這個 每一個連接詞的真假值的運算方式 好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先藉由 這樣的一個運算方式呢來進行這樣的一個運算 那首先我們來看它的這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呢是 p or not p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是 p 則 q 則 p 各位要注意到這個 實例 b 的這個 括號的位置 它的括號是在 p 這個位置 所以呢 它是 從連接詞上來看我們要先運算 後面這個 error 或者是 conditional 運算完之後再 運算前面那個箭頭 就是那個conditional 的這個符號 在實例 a 的部分呢 我們都知道依據我們上次 講到了這個連接詞的強度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先做 negation 然後再做 or 這個我想應該 大家記得這個強度的約定的話 這個 convention 的話應該就沒問題 所以我們從第一個 立體開始 我們來看第一個立體 第一個立體呢是 p or not p 那我們怎麼樣來看它的最後的真假值 各位所謂最後的真假值 就這個語句的真假值的意思 是要看 主要連接詞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 p or not p 各位都知道 我們的主要連接詞是在中間的 or 所以最後 在 or 這個位置所 運算出來的真假值 就是這個語句最後的真假值 那也就是說 如果在 or 這個位置呢 最後的運算是 結果都為 真的話 我們就稱它是 tautology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結果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在 p 為真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 p 都為真 在 p 為真的情況呢 顯然這個 p 都要為真 好 那麼在 p 為假的情況呢 一樣 p 都要為假 這個呢都是 在同一個情況裡面呢 同一個命題符號 它的真假值應該都相同 所以 各位看到在原子命題的時候 如果 p 為真的時候 它當然是 為真 那 p 為假的時候當然是為假 好 那我們要從 否定號開始 各位想想看 很簡單 如果是 p 為真 那根據我們 介紹的語意規則呢 p 為真的情況下 非 p 當然就是為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呢會填上 為假這個符號 接下來我們來看 當 p 為假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裡呢會填上 為真的符號 對不對 當 p 為假的時候 在 negation 的位置呢 我們就會填上 為真的符號 好 那這時候其實呢 p 已經經過運算了 所以 現在我們等於是告訴你說 非 p 的真假值 在第一個情況裡面為假 第二個情況裡面為真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考慮 or 這個符號 那我們在運算 or 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 前面的這個 p 跟 後面的這個 negation 底下的真假值 來運算 好 那 為什麼 因為 or 是一個二元的運算符號 所以呢 我們需要有兩個 真假值的 input 我們才能夠運算 or 所以在第一個裡面呢 根據 or 的 我們給的語意呢是 只有在兩個都為假的時候才為假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 是前真後假 所以它應該為真 第二個情況呢是 前假後真 所以它也為真 那這個情況下各位可以看到 我剛剛講過了 它的主要連接詞 是 or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or 這個連接詞底下 只有有運算出來最後的結果 你會發現 在第一個情況裡面它也為真 第二個情況裡面它也為真 因此呢 這個情況我們就說它是 autology 也就是恆真句 好 那各位請記得 我們在 運算完成之後呢 我們應該要 記得寫答案 就是告訴別人這是一個 恆真句 因為有很多這個 很多人這個運算過後呢 忘記告訴別人你主要的這個要 告訴別人說這句話是恆真句這個答案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忘記了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進行到 第二題 ok 在下一題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有這個 句子呢是 p 則 q 則 p 那我剛剛說過了 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括號的位置是在 後面的 q 則 p 的位置 根據這樣的一個 句子呢我們要怎麼樣去 做出它的真假值呢 好 首先我們一樣把 pq 的 在每一個情況裡面的真假值 先把它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呢是 p 為真 第二個情況 p 為真 第三個情況 p 為假 第四個情況 p 也為假 好所以我們把它填上去你就會發現 它是真真假假 跟前面的 原子命題的情況一樣 那 最後一個命題符號也是 p 好所以我們可以先填上去 它的真假值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填上去之後呢 它是 真真假假 沒有問題 好那至於 q 這個命題符號呢 一樣它會跟前面原子命題提供的各種可能情況的真假值是一樣的 所以 q 就是真假真假 好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 真假真假 好這個是原子命題的部分就是我們把這個原子命題呢完成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有兩個連接詞 有兩個箭頭那根據剛剛的 我們運算的規則 一定是括號裡面先做 那括號裡面先做我們當然是先做後面這個conditional 那我們在做後面這個conditional的時候呢 是以 這裡的 q 這個地方作為前件 ok 然後這個 p 作為後件 那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語域規則 箭頭的語域規則或者是 conditional 的語域規則是什麼就是 當前真後假的時候為假 其他情況為真 那各位可以仔細觀察一下在 第一個情況到第四個情況裡面 有哪一個是前真後假呢 沒有錯 如果你看出來了 我們第三個情況是前真後假 所以 第三個情況既然是前真後假 所以它這個呢要填上去的 語域值就是假 那其他情況都沒有出現前真後假的情況 因此呢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所以我們也把它完成 其他情況呢 都為真 那這個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前面這個箭頭 前面這個箭頭也是 二元的連接詞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一個前件跟後件 那這個前件是哪一個呢 這個時候前件呢當然就是這個 p 各位看到這個 p 的部分呢 這個是前件的部分 前件的真假值 那後件是取哪一個呢 後件就要取我們剛剛運算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箭頭的位置 這個箭頭的位置就是像我們要的這個後件 我們在 處理前面這個conditional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的是 這樣的一個 result 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此呢我們來看 我們來觀察一下它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各位發現第一個情況是前真後真 第二個情況呢是前真後真 第三個情況是前假後假 第四個情況是前假後真 因此呢在這個情況之下你會發現 我們根本就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因此 這個呢沒有 為假的情況 所以全部的情況呢 都應該為真 所以我們把它填上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所有的情況都為真 因此呢 我們就說 最後的結果當然這個是它的主要連接值 因此 最後的結果如果這個全部為真 就表示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 tautology 所以我想各位同學應該對 tautology 了解說它其實 意思就是你運算到最後的時候 各位看到紅色的這個部分的真假值就知道 它當它全部為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個 tautology 也就是恆真句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矛盾句的部分 那除了恆真句之外呢 我們也考慮到矛盾句的部分 所謂的矛盾句的意思呢是說 當我們考慮語句所有可能情況的時候呢 如果這個語句在所有可能情況 當然我還是再次提醒各位 這個所有的可能情況 意味著它是 邏輯上所有的可能情況 那如果在邏輯上所有可能情況裡面都為假的話 那麼若且為若這個 這個語句呢就是矛盾句 所以呢意思就是說 一樣我們要考慮它的主要連接詞 就是這個語句最後的一個真假值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我們的實際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p and not p 第二個例子呢是 negation p 則 q 則 p 那其實第二個句子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你把 negation 拿掉 各位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出來的 tautology 所以各位會發現比較簡單 好 所以我們來很快的來練習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看 在 a 這個句子呢同樣的我要邀請各位呢先 看一下 它的主要連接詞是哪一個 ok 這個主要連接詞當然是and 對不對 因為根據連接詞的強度 這個 negation 的連接詞的強度比較強 所以它有跟後面的 p 連在一起 對吧 所以最後的主要連接詞當然是這個and 那第一步同樣的我們要把 p 的可能情況填上去 好 所以第一個情況下呢 p 為真 第二個情況下呢 p 為假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我們填上去的結果是這樣 我們先把 p 填上去之後呢 第一個情況為真 第二個情況為假 我們要開始來運算的時候當然是從 negation 開始 好 那這個 negation 呢 一樣我們是由這個 p 來做運算 最非 p 這個是非 p 非 p 的話呢 如果 p 為真的情況下呢 非 p 當然是為假 對不對 接下來 p 為真的情況呢 當然這個非 p 呢就會為真 就是這個非 p 呢會為真 好 那這個是 negation 的運算 好 這個運算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跟前面這個 p 還有這個後面這個 negation 運算出來 結果呢 我們來做這個 and 因為 and 是二元符號 我們剛剛說過了 所以它會有 兩個 input 進來了做運算 那 其中一個就是 p 另外一個呢就是 negation 的部分 好 所以 當我要去運算 and 的時候我就看 好 第一個情況是 p 為真 negation p 為假 對不對 那這意味著什麼呢 好 這個意味著說 我要運算 and 的時候根據 and 的語義是 只有兩個都為真才為真 所以第一個情況呢很顯然 我們運算出來它會是假 因為前真後假只要 有一個為假 and 的運算呢它就為假 好 第二個情況呢是 前假後真所以呢它也 為假對不對 因為必須要兩個都為真它才為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主要連接詞 and 底下呢 在所有情況下呢它都為假 那既然在所有情況下它都為假呢就表示什麼呢 就表示這個語句呢本身是一個矛盾句 這個情況我們就把這個句子稱之為矛盾句 也就是說 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想像這句話為真 就是這句話呢一定是假的 好 必然為假 就是一定會為假 OK 那第二個 練習題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那 那一樣我們把命題符號的真假值先把它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P 當然就是真真假假 所以 P 呢就是真真假假 好 Q 呢是真假真假 用括號的位置來看 因為 negation 在括號最外面 所以它其實是主要連接詞 現在換成這個 各位看到這個 negation 最前面這個 negation 其實它是主要連接詞 好所以呢我們應該是要從 第二個箭頭 error conditional 開始運算 好所以先找找看有沒有前真後假 當然有 這我們剛剛已經做過了對不對 所以第三個情況呢為假 其他情況為真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做過了 各位就依循剛剛你做過的方式把它完成 你就可以得到 第三個情況為假其他情況為真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前面的這個 conditional 就是箭頭 那當然我們一樣跟剛剛一樣 我們是用P 跟我們剛剛在這裡得到的這個 conditional 的這個真假值來做運算 好因此呢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情況是前真後真 第二個情況是前真後真 第三個情況是前假後假 第四個情況是前假後真 所以沒有前 真後假的情況 因此呢 在這裡會全部為真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第一個 conditional 的運算裡面呢 我們會得到 全部為真的情況 好這個應該很容易 好這到目前為止是我們剛剛在 恆真句裡面做過的 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如果沒有 negation 的話 原來的句子應該是一個 恆真句 那當然呢 現在我們把它在前整個句子的前面加上一個 negation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如果我們在整個句子的前面加上 negation 的話 原來它是全部為真 現在就會變成什麼 現在變成 全部都為假 好所以 各位看到 最後的這個紅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會發現 我們是根據 第一個 error 第一個 conditional 呢 所得到的結果來做運算 我們會得到 所有的情況呢 都為假 那所有的情況都為假 當然它就是一個 矛盾句 根據剛剛的定義 好 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叫做 恆真句呢 就是如果 考慮所有邏輯上的可能情況 如果它都為真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 恆真句 好那如果考慮 所有邏輯上的可能性呢 我們發現它 都為假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矛盾句 好 那當然各位不難想像我們還有有真有假的情況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來看看我們的 第三類語句 OK 我們第三類的語句稱之為 偶真句 那什麼叫偶真句呢 偶真句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考慮所有的情況 有些情況呢 在某些邏輯情況裡面呢 這個句子為真 在某些情況裡面呢 這個句子為假 如果是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語句呢 是一個偶真句 OK 我們來看看實際的例子 對各位來講應該就 到目前為止就很容易理解 那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例子呢 是p or negation q 例子 b 各位可以 稍微 認真一點看 注意看它括號的位置 剛剛呢在 做括號的時候呢 它的括號位置跟 第一個我們在做恆真句的時候 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是括在前面 p 則 q 的這個位置 那因為這兩個連接詞強度一樣嘛 所以各位知道 括號在哪裡 影響會很大 所以我們就從 第一個開始來看 我們要怎麼做 好 第一題呢 是p or negation q 好 現在各位已經很熟練了 根據剛剛的恆真句 跟矛盾句的做法 現在各位應該很熟練就是 我們第一個步驟當然是把p所有的真假值填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p呢是真真假假 所以呢我們就 在 p 的 命題底下呢把它的真假值先把它寫上去 就在每個情況裡面的真假值是 這樣的情況就是真真假假 好 那 q 呢是真假真假 就是前面的這個原子語句裡面呢 q 呢 它的命題呢是真假真假 好 所以 我們在這裡就把真假真假填上去 這兩個 我們有兩個 符號需要運算 一個是 or 一個是 negation 那 各位一看就知道我們一定是從哪個東西開始 我們一定是從 negation 開始 因為它的連接詞強度比較強 好所以呢 我們利用 q 它是 negation q 嘛 所以我們用 q 做這個 negation 的運算 好 所以 當 q 為真的時候呢 negation 為假 第一個情況裡面 q 為真 negation 為假 第二個情況呢是當 q 為假的時候呢 這個 negation q 呢就會為真 好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第二個情況會是這個樣子 好 那第三個情況呢 q 為真所以呢當然是 negation q 為假 那第四個情況呢是 q 為假 所以呢這個 negation q 呢當然就為真 好 所以我們很容易的就可以把 這個 negation 運算完 好 接下來我們要利用 p 跟這個 negation 呢 來運算我們的一個二元符號就是 all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all 好 那這個 all 是什麼呢 好 各位可以看到 all 呢 只有在兩個都為假的時候都 才為假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仔細一點去找 有沒有兩個都為假的情況呢 當然有 對不對 好 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第三個情況就是兩個都為假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第三個情況這裡發現 這兩個都為假 所以它為假 那其他情況呢 它都為真 好 所以呢 沒有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好 那各位看一下它的主要連接詞當然是 all 那現在你會發現什麼事呢 在所有的考慮所有的情況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有真 有假 有些情況為真 有些情況為假 因此呢 p or negation q 呢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all 真句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all 真句 好 各位看到下一個例子呢 它的這個語句呢是 p 則 q 則 p 注意關號的位置我再強再次強調一下 好 那一樣我們就給各位一些時間我們先把 p 跟 q 的真假值完成 所以我們很快的 把 p 跟 q 的真假值完成 好 那各位完成之後呢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來做運算 好 好 那因為關號的關係這個關號是在 第一個箭頭或者第一個 conditional 部分 好 所以我們要 從前面開始 那這個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 conditional 當然是前真後假為假 對不對 那各位很快的可以看到 哪一個是前真後假呢 當然就是 第二個情況是 前真後假 好 那第二個情況呢是為假 好 各位可以先把它標上去 第二個情況為假 好 其他情況呢都沒有前真後假 所以它都為真 那這個運算完之後呢 我們要 做第二個箭頭 就是第二個 conditional 在這個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要做第二個箭頭的位置 那在第二個箭頭 在做第二個箭頭就是 conditional 的時候呢 我們哪一個是前件呢 現在前件是我們剛剛計算出來這個結果 就是 p 則 q 這個句子當作前件 所以 它最後的結果是真假真真 這個真假值是我們現在的前件 而後件呢是 p 就是真真假假 好 那各位找一下我們有沒有前真後假呢 有 我們的第三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都是前真後假 好 所以你在第三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 你會發現它兩個都為假 好 那前面兩個情況呢 並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所以前面兩個情況呢是為真 所以各位會發現什麼事 各位會發現說這個做出來其實就是 真真假假表示在 所有的邏輯 可能的情況裡面呢它是有真有假 那既然是有真有假就表示它應該是一個 偶真句 OK 好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的 恆真句 矛盾句 跟 偶真句的一個 檢查的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 畫一個真值表 然後利用這個我們 語譽的運算呢 找出它最後這個句子最後的這個真假值 那這個句子最後的真假值如果全部都為真 它就是 恆真句 如果全部的在所有可能的情況裡面它都為假 那就表示它是矛盾句 如果在所有的情況裡面它有真有假 那它就是 偶真句 這個應該對各位現在已經很容易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這個 4.7 就是句式這些關係 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一個語句的真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句子 是依靠它 最後所運算出來真假值來決定 如果在所有情況裡面它都為真 它就是恆真句 所有情況裡面為假 它就是 矛盾句 如果有真有假就把它稱之為偶真句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呢要看兩個句子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們拿 兩個句子來比較它會有什麼關係 或者一群句子會有什麼關係 好 那我們想要來介紹的關係呢 有這幾個 第一個 兩個句子之間的關係可能它是一個 蘊含關係 也有可能它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也有可能它是一個 等值關係 也有可能是什麼關係呢 也有可能它是 互補蘊含的關係 也就是說兩個句子之間 大概會有這幾種關係呢 我們是可以去做分析的 好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第一個蘊含關係 什麼叫蘊含關係呢 好 是這樣 各位就看如果我們有兩個句子 如果有一個句子是phi 蘊含句是 psi 意思是說 不會出現任何 使得 phi 為真 而 psi 為假的情況 好 那你也可以這樣說 反之也就是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怎麼說呢 如果 在任意的一個可能情況裡面出現 phi 為真 而 psi 為假的情況 的話 那我們就說 phi 不蘊含句是 psi 好 這個是 蘊含關係的意思 它的記號是這樣 就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phi 蘊含 psi 的意思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呢 是蘊含關係的符號 而且呢它特地是指 語意上蘊含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各位看到 phi 蘊含psi 是用這個記號的話 事實上呢我們通常把它稱之為 phi 在語意上蘊含psi 那什麼叫語意上蘊含呢 語意上蘊含就是我們現在寫的這個定義 就是說 我們利用真假值去做test的時候 不會出現 phi 為真 而psi 為假的情況 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把它稱作 語意上蘊含 那我再提醒各位 之前的課程裡面有告訴過各位說 因為真假值我們稱之為句子的 語意值 所以我們利用句子的語意值來 看它們之間的蘊含關係 我們就會說是 語意上蘊含或者 語意上不蘊含 所以這個記號可能要請各位把它記下來 就是 各位如果看到這個double turn style的符號 它講的就是語意蘊含蘊關係 所以它就是phi 蘊含psi 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在蘊含包中間畫一個斜線 就表示說它是不蘊含的意思 所以後面這個是說 phi 不蘊含psi 的意思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這個是 phi 不蘊含psi 的意思 怎麼樣來證明 它們之間蘊含關係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這兩個句子呢 用conditional 連接起來 那如果它是橫針句子 phi 就會蘊含psi 如果它不是橫針句子 phi 不蘊含psi 好 為什麼呢 好 各位不妨這樣看 我們說這個conditional 的語意 我們是怎麼給的呢 就是 只有在前針後甲的情況之下 它會為甲 我再說一次 只有在前針後甲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為甲 好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phi 則psi 不是橫針句 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會出現一個 phi 為真 psi 為假的情況 那各位再回到剛剛的定義裡面 我們剛剛說過了 如果出現phi 為真 psi 為假的情況 那phi 當然就不蘊含psi 所以 phi 蘊含psi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不可以出現 phi 為真 psi 為假的情況 OK 所以換言之 我們其實就是要要求 它的phi 則psi 這個語句必須要是一個橫針句 這個蘊含關係才會成立 那我們來 可以來實際做一個練習看看 各位看一下 我們底下的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其實是在 作業裡面的 題目 所以呢你可以 直接拿它來做練習 這是我們這個作業的 第一題的題目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 p and q 跟 p or q 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 p and q 呢 剛剛已經在語句的練習裡面 我們都會把 p q 的真假值 再一次寫在句子上面 那現在我們就省略這個步驟 我們就直接來做他們的關係就好了 那各位仔細看這個 p 跟 q 的真假值是 分別是真真假假跟真假真假 好那第一個句詞是 p and q 好我現在直接來運算and 那如果是and的話呢 當然它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兩個都為真的時候才為真 所以很明顯 是哪一個為真呢 是第一個為真 其他都為假 好所以呢 只有第一個情況為真 其他情況呢顯然都為假 那 p or q 呢 p or q 呢是 all all 的話 它的語義當然是 只有在 兩個都為假的時候它才為假 好 那兩個都為假當然是在最後一個情況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最後一個情況是為假對不對 好那其他的情況都為真 所以呢我們把它填上去 你會發現 最後一個情況為假 其他情況都為真 好 那接下來各位看看這個箭頭這個conditional 這個是我們要用來做 他們的蘊含關係之間的運算 好那 如果我把 這兩個句子用這個conditional連接起來我們來看 conditional 在什麼時候會為 假呢只有在前真後假 好因此我們就來看一下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我們會發現都沒有 好所以因此呢 在所有情況裡面呢 因為沒有出現前真後假的情況 所以所有情況呢它都為真 OK 因此呢 如果所有情況都為真的話就表示什麼呢 好就表示說 它 是一個 tautology 那這是一個 tautology的關係也就是說 這個 p and q 會蘊含 p or q 這句話 也就是說在 p and q 這句話成立的情況之下 p or q 一定成立 好那我們來看看它的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這樣 寫成 這樣的形式就是 p and q 會蘊含 p or q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練習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句子倒過來呢 好各位想想看喔 我們剛剛試過了 p and q 會蘊含 p or q 那現在我們要來反過來試試看 test看看 p or q 會不會蘊含 p and q 呢 好那 同樣的我們把他們的結果寫上去 第一個句子是 p or q 所以呢 它的結果是真真真假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句子因為是 p or q 所以它是真真真假 OK 那後面這個句子呢是 and 所以根據 剛剛我們做過的它是真假假假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填上去 這個是真假假假這個沒有問題 好現在各位仔細看 如果我們中間用一個 conditional 把這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各位會發現什麼事呢 根據 conditional 的語意是說 當前真後假的時候這個句子為假 前真後假的時候這個句子為假 那各位仔細觀察一下 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有的 各位會發現 哪一個情況是前真後假呢 好各位會發現我們在 第二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都發現 前真後假的情況 因此呢第二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呢 它其實就是都為假 那另外第一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呢 是為真的 那根據剛剛我們的定義呢告訴各位說 如果有一個情況使得 phi 為真 psi 為假的話 conditional 連接之後它不是一個 totology 或者說至少一個情況使得 phi 為真 psi 為假 那麼它的 蘊涵關係就不成立 所以呢顯然 p or q 不會蘊涵 p and q 那我們會怎麼把這個 表示出來呢 我們的表示法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表示法就是 p or q 不蘊涵 p and q 那這個是蘊涵關係的 部分 就是在 蘊涵關係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看看他們之間的蘊涵關係 ok 接下來 我們來看等值關係 等值關係呢其實意思就是說 一樣我們拿兩個句子出來比較 對任意兩個句子來講 如果 phi 跟 psi 這兩個是等值的 那麼以下這個情況會成立 什麼情況呢 就是 phi 在語意上會蘊涵 psi 而 psi 在語意上也會蘊涵 phi 那各位可以 看到這個記號的部分 在記號的部分呢 意思就是說 前面有一個 double turn style 的符號 那每次我們看到這個符號 後面有一個句子的時候就表示 後面這個句子是一個 tautology 這個是對的話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在 double turn style 的符號 就在這個語意上符號後面接一個句子 前面沒有任何前提 就表示後面這個是一個 tautology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phi if and only if psi 就是這個若且為若 psi 這個句子呢是一個 tautology 那它是一個 tautology 意思就是說呢 當 phi 為真的時候 各位記得它的雙箭頭的語意值 我們是什麼給的呢 我們是說 當兩個句子的語意值相同的時候 它就為真 兩個語意值 不同的時候它才為假 所以如果這個是一個 tautology 就這個橫針句的話 表示在所有的情況之下 phi 跟 psi 的語意值 都是一樣的 phi 跟 psi 的語意值 都是一樣的 在任何情況下 所以等值關係成立意思就是 當他們這個句子呢 是一個 tautology 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它是一個 等值關係成立的 所以呢 證明方法很簡單 來我們來看一下證明方法 證明方法是說 如果 phi if and only psi 這是一個句子對不對 如果它是橫針句 那句式phi跟句式psi 就是等值的 如果 phi if and only psi 不是橫針句 那句式phi跟這個句式psi 就是不等值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範例 P則 Q 跟 negation P or Q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呢 在中間把這兩個句子呢 其實是用等值符號 就是雙箭頭 雙箭頭 這個若且為若或者是 if and only if 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按照你的習慣就可以 這個等值符號呢 把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前面這個句子呢 是 P 則 Q 後面這個句子是 negation P or Q 那一樣我們就開始來先做 個別句子的運算 P則 Q 的運算是 它是一個條件句 所以前真後甲為假 其他為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 第二個情況呢 是前真後甲所以這個是假 其他呢都會為真 所以第二個情況 其他情況 好我們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就是 真假 真真的情況 好接下來是 negation P or Q 很顯然的 我們根據連接詞強度我們當然是從 negation 開始做囉 所以因為它 後面並沒有括號嘛 所以根據連接詞強度的約定 我們要從 negation 開始做 所以 P 呢是真真假假 所以 negation P 當然就是 假假真真 好我想這個 很多同學到這裡呢 應該都能夠很快的回答出來 好接下來呢我們得到的這個結果呢要跟 Q 來做二元運算 那我們的二元運算的符號呢是 or 是我們的 這個 disjunction or 所以呢 只有在兩個都為假的情況下才為假 所以各位 可以仔細找哪一個為假呢 它只有在第二個情況呢是兩個都為假對不對 所以只有在第二個情況裡面呢 我們需要填上為假 其他情況呢它都是為真的 ok 其他情況為真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做 if and only 那各位可以發現這個 if and only 什麼呢 就是兩個真假值一樣的時候呢它為真 真假值不一樣的時候為假 那第一個情況呢是 真 真 第一個情況是真真所以呢 這個當然是真對不對 好第二個情況呢 第二個情況呢是 前面這個句子為假 p 則 q 為假 negation p or q 最後的結果這個也為假 所以呢它也為真 所以 好 那麼第三個情況呢 跟第四個情況 兩個都為真所以也都為真 所以 各位會發現從第一個情況到第四個情況每一個情況呢 它都是會為真的 因此呢我們會說它這個等值關係是 成立的意思就是 p 則 q 這個句子呢其實就會等值於 negation p or q 這其實是 在記號上我們會記成這個樣子 就是 用這個double turn style的符號 後面接兩個句子用 雙箭頭連接起來 那我特別提醒各位 這裡的括號不能夠省略 為什麼不能夠省略呢 因為 根據我們約定的連接詞強度 這個箭頭跟 這個雙箭頭 就是這個conditional 跟這個equipence 這兩個符號 的連接詞強度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不括號的話會產生 語法上的起義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注意這件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互不蘊含的情況 那互不蘊含的情況當然就是說 對這兩個句子來講如果 phi 跟 psi 是互不蘊含的 表示什麼 表示說 我們用剛剛的蘊含關係來做的時候呢 你會做出 phi 不蘊含 psi psi 也不會蘊含 phi 那麼它的記號會寫成什麼樣子呢 各位可以仔細看一下 那記號會寫成說 我們的 phi 是不蘊含 psi 就這個符號我們說是 語意上的 不蘊含的符號 在記號上我們會是 phi 不蘊含 psi 還有 psi 也不蘊含 phi 接下來我們怎麼做證明呢 證明的方法其實就是 我們在蘊含關係已經 說明過了 就是 只要我們做出來是 用 conditional 把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如果它不是一個橫針句 那這個蘊含關係就不成立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範例 我們有兩個句子 一個是 p 則 q 是 p or q 對不對 那先看看 p 則 q 若 p 則 q 若 p 則 q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直接把 答案秀出來給各位看 若 p 則 q 應該是 真假真真 那接下來是 p or q p or q 是什麼呢 p or q 是只有在兩個都為假 它才為假 所以可見它的真假值呢是 真真真假 那各位仔細看我們現在 這兩個句子是用 箭頭連接起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句子 若 p 則 q 有沒有蘊含 p or q 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找到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有的 在哪裡呢 應該是各位找到應該在第四個是前真後假的情況對不對 所以呢 第四個呢 情況呢你會 應該要 assign 假給它 其他情況呢 都沒有前真後假 所以都為真 好 那根據剛剛的蘊含關係的做法 我們說只要有一個情況 只要有一個情況 出現前真後假 也就是 這個箭頭 加上去之後如果它不是一個tautology 就是 如果這個conditional不是一個tautology的話 那它就 蘊含關係就不成立 可見 在這個表裡面它告訴我們什麼呢 它告訴我們說 p 則 q 不蘊含 p or q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結果就是 p 則 q 若 p 則 q 其實不蘊含 p or q 那我們再反過來看看 好 我們反過來看看這個句子的關係 我們反過來之後呢會發現我們來 test p or q 則 p 則 q 一樣我們現在把 p or q 擺前面 p 則 q 擺後面 好 那我們 一樣來完成它的真假值 p or q 當然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真真真假 OK 所以 這個 p or q 是 真真真假 好 各位應該練習完 接下來 p 若 p 則 q 呢 是什麼 是真假真真 所以 若 p 則 q 我們可以把它完成 它是真假真真 接下來我們來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好 相信各位也發現了 好 我們呢在第二個情況有 前真後假的情況出現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情況呢我們會 assign 假給他 那其他情況呢 都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所以我們應該都 assign 真給他 好 所以 在這個真假值呢 的結果各位會發現什麼 會發現說 它並不是一個 tautology 或者說我們會發現 前真 後假的情況就是 p or q 這句話為真 若 p 則 q 這叫為假的情況 換言之 這個蘊含關係 並不成立 好 所以我們在記號上會寫成 p or q 並不會蘊含 p 則 q ok 好 所以如果我們由 剛剛的第一個證明跟現在的第二個證明 發現說 p or q 並不蘊含 p 則 q p 則 q 也不蘊含 p or q 那這兩個 句子的關係就是互補 蘊含的關係 ok 那麼為了能夠更順利的去做這個題目 所以呢我們呢 會建議各位同學我們用一個 雙向蘊含 關係的方式呢來把它整理在一個整個 真值表來觀察可能會比較容易 好那我們就來做一個 簡單的範例 這個範例呢 是有兩個句子第一個是 p and q 第二個句子是若 p 則 q 好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整合表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投影片上 給各位看到的 也就是說我把 由左向右 跟由右向左 的這個箭頭呢 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是各位看到中間這兩個 第一個箭頭呢是 由右向左的這個符號 第二個箭頭呢是由左向右的符號 好 通常呢我也會建議各位同學不要 倒過來寫 為什麼呢因為倒過來寫 看起來像矛盾的符號 所以 我們都會請各位呢 你要想像一下你把那個 等值符號就是雙箭頭的符號 從中間切開來然後讓它變成兩個 這樣就可以了 那千萬不要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的話呢 看起來像是兩個箭頭對撞 是一個矛盾關係的樣子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 p and q 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p and q 一樣 就是當只有 and 嘛就只有在兩個都為真的時候才為真 好所以 第一個出現當然是 真假假假 好那 p 若 p 則 q 呢是什麼 若 p 則 q 是真假真真 對不對 好 所以呢各位做完之後會發現這個情況就是 第一個 p and q 跟 若 p 則 q 的真假值 我們很快的 可以利用我們之前學過的語意詞 把它做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一個箭 這個箭頭就是由右向左這個箭頭 各位看看第一個箭頭 由右向左 所以這個時候誰是前箭呢 請注意 這個時候呢 p 則 q 是前箭 哪一個是後箭呢 p and q 是後箭 好 所以各位幫我找一下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在這個箭頭的底下我們應該寫上什麼呢 各位可以發現在第 第三個跟第四個情況呢 它都是前真後假 所以各位會發現在 第三個跟第四個情況呢你會填上 微假的這個語意值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三個跟第四個情況呢這個 前真後假的情況 好那其他兩個情況呢當然因為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所以它都微真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由左向右的箭頭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後面這個第二個箭頭 由左向右這個箭頭 好那由左向右這個箭頭呢是 p and q 當前箭 各位請注意 現在是 p and q 當前箭 若 p 則 q 當後箭 它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我們好像找不到這個 前真後假的情況對不對 好所以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這個是都微真 好 那各位告訴我 如果都微真的話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 p and q 會 蘊含 若 p 則 q 也就是說 左邊這個式子 p and q 會蘊含右邊這個式子 若 p 則 q 可是右邊這個式子 若 p 則 q 並不會蘊含 左邊這個式子 p and q 所以它是一個單向 的蘊含關係 那既然是一個單向蘊含關係 我們的 最 後的答案就寫成一個 單向的蘊含關係 這樣我們就 完成了這樣的一個 題目 進入到 4.8 我們來談談 一群句式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從 4.4 開始到 4.6 跟各位談到了 如何檢查一個語句式 恆真句 矛盾句 或是偶真句 接下來呢我們又做了兩個句式之間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來想像 一群句式的關係 所以一群句式的關係當然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句子 那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原則上我們就是要來談談它們的關係 那它們的關係包括了 不一致的關係 或者是一致的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對語句的一群句式呢 我們通常是在談 一致或者是不一致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什麼是不一致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這個說法 我們想像任意一個句式集合γ 現在如果想像任意一個 一個句式γ 那麼γ 是不一致的呢 意思就是說呢 沒有任何一個情況 能夠使得它的句式都為真 OK 我們的記號會寫成γ 後面加個double turnstile 好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γ 不一致的意思呢 如果用我們比較日常語言的方式來講就是 γ 的內部呢本身就是矛盾的 好 那我們在前次的課程裡面跟各位提過 說我們其實 如果我們的前體已經是有矛盾的 的話呢 那麼它就可以推出任何的結論 換言之 如果γ 是不一致的 表示呢 γ 內部呢 的句子呢會產生矛盾 那產生矛盾意思就是它可以推出任何語句 也就是說 我在這個double turnstile 後面加上任何句子 這個運談關係都成立 所以這個就是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如果各位用你日常語言的方式來想想看 其實這個很有趣 這個會產生在什麼時候呢 如果你覺得一個人講話很矛盾 對不對 他這個人講話已經產生矛盾了 結果他自己又不知道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好 那你會對他有什麼反應呢 很多人會對他反應大概就是說 好好好 你講的都對 你講的都對 為什麼他講的都對 因為 如果他本身已經是矛盾了 那他接下來講任何的結論 通通都成立啊 因為對他來講 所有的這個 結果都是可以從矛盾的這個前提裡面呢 推出來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不難想像說 有時候我們對於那個 已經產生矛盾的人的說話 其實就反映了我們對這個不一致的想法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連 這個矛盾的東西你都 不了解的話 那你講什麼都對 好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證明方式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證明方式 證明的方式是說我們把所有的句子真假值呢 全部把它做一個演算 然後呢去觀察 有沒有這些句子同時為真的情況 如果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就說這些句子彼此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這一群句式 彼此是不一致的 好 那我們的範例是 我們有個γ這個集合 我們裡面有幾個語句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有幾個語句 第一個是 p 則 q 第二個是 q 則 r 第三個是 p n 的 negation r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計算的方法 我們用真值表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 好 各位發現 我們在這裡在列的時候呢 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有三個命題符號 所以我們這裡有 p q r 三個命題符號 各位可以看到有三個命題符號 好 所以我們總要考慮 八種情況 為什麼 因為 每一個 命題符號有真跟假兩個 可能性 那三個命題的話呢 它就會是2的三次方 總共會有八種情況 因此呢 我們在寫的時候呢 請 依據這樣的順序來寫 因為我們會 希望各位按照順序來寫 比較不會有一些麻煩 第一個我們先把 8 除以 2 8 除以 2 等於 4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在 p 的地方寫 4 個針 4 個假 好 然後再除以 2 4 再除以 2 就是 2 所以 在 q 的地方就是 2 個針 2 個假 2 個針 2 個假 好 那 r 我們再除以 2 所以就是 1 個針 1 個假 1 個針 1 個假 1 個針 1 個假 1 個假 這樣寫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保證 各位不會有漏掉任何一個可能情況 那以前曾經有同學 隨自己的方式這樣寫 那我們後來都發現說好像 他自己重複了某些情況 或者漏掉了 miss 掉某些情況 沒有注意到 所以為了預防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會建議 各位一定要按照這樣的方式來寫 那如果我們可以 這個順利舉行這個 直筆考試的話我們也會要求各位同學要 照這樣的方式來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p 落 p 則 q 若 p 則 q 是 以 p 作為前件然後 q 當後件 對不對 所以只有在前針後甲的時候為甲 那各位會發現在什麼時候 這個 p 為針 q 為甲呢 當然是在第三個情況跟 第四個情況的時候各位會發現 他是前針後甲 p 為針 q 為甲 其他情況呢 因為都沒有出現前針後甲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把它寫上針 所以各位會發現 其他情況呢我們都可以寫上 這個針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句子 第二個句子呢是 q 則 r 那 q 則 r 是以 q 作為前件 r 作為後件 那 各位也一樣去找找看 前針後甲的情況在哪裡 好 各位稍微找一下 好 你會發現在第幾個情況呢 應該是在 第2個情況 還有 第6個情況 第6個 第2個情況呢是前針後甲 第6個情況呢也是前針後甲 所以我們會得到 這兩個情況為甲的 語意值 接下來其他情況呢 因為都不是前針後甲 所以他都為針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最後一個句子 就是 p and negation r 那 p and negation r 呢 我們當然用連接詞強度來看 我們當然從 negation r 開始對不對 那 r 的真甲值呢是真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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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 negation r 當然就是 甲真甲真甲真 那完成了 negation r 的真甲值之後接下來是 要處理 n 的這個二元 連接詞對不對 那這個二元連接詞呢他是用 p 跟 negation r 來做的 所以 來做運算的 所以 當我們在做運算的時候就是用 p 跟 negation r 做運算 那 根據 n 的這個語意值 告訴我們是什麼 就是 只有兩個都為針的時候才為針 好 那各位可以觀察一下哪一個是兩個都為針呢 各位發現 在第二個情況跟第 四個情況是兩個都為針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 第二個情況第四個情況給它針 其他情況呢因為 沒有兩個都為針 所以呢其他情況呢都為甲 好所以 各位把它完成之後呢會看到這樣的針 針指表 你會發現 紅色的部份就是 這三個句子最後的針 甲值的結果 好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 全部都為針的情況 各位發現 從第一個情況到最後一個情況呢 你都不會發現 全部為針的情況 好 你看第一個是情況是 針針甲 第二個情況是針甲針 第三個情況是甲針甲 第四個情況是 甲針針 第五個情況是針針甲 第六個情況是針甲針甲 第七個情況是針針甲 第八個情況是針針甲 所以 沒有全部為針的情況 表示這三個句子彼此之間是不一致的 他是inconsistent 表示說這三個句子放在一起呢 其實呢是互相 矛盾的 如果用各位比較習慣的話來講 就是這三個句子呢 其實就是 會產生矛盾 如果這三句話呢 意思就是這三句話不可能同時為針 或者你想要想要說這三句話不可能同時成立 也都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一致呢 剛剛學過不一致之後呢 一致就變得很簡單了 什麼意思就是 我們如果任意一個句式集合 如果他是一致的 那我們一定可以找到某一個情況 使得所有的句子都為真 OK 好 那這個記號我們可以把它 寫成這個樣子 Gamma 後面的double times i 畫一條斜線 這個畫斜線的意思呢 通常他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他不會導出任何句子 換言之他是 裡面是沒有矛盾的所以 這個呢我們先念成 Gamma is consistent 就是Gamma 是一致的 這個我們會這樣讀 那我們的計算方式跟剛剛是 計算不一致是一樣的 一樣我們把所有的句子列出來 那麼如果 列出來之後我們發現說 至少只要有一個情況 只要有一個情況就好 不用很多只要有一個 如果 存在有一個情況使得 剛剛這些Gamma 裡面的所有句子都是真的 那就表示什麼 那就表示說他是 一致的 所以我們來看底下這個範例 各位看到這個範例呢 我們有三個句子對不對 是P or Q Q or R P 則 negation R 我們有三個句子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把三個句子 用這個表列出來 各位發現 第一個 P or Q or 的語意當然是 只有兩個都為假 才為假 對不對 所以各位發現他一定是在 第七個情況跟第八個情況呢 為假 對不對 然後其他情況呢 應該都是為真的 因為 要兩個都為假 才為假 所以 各位能夠很快地完成 P or Q 的真假值 接下來 Q or R 一樣 各位可以仔細找一下 哪一個情況的兩個都為假呢 各位會發現 是在 第四個情況跟第八個情況 是兩個都為假 OK 好 所以其他情況呢 應該都為真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最後一個語句 最後一個句呢 是若P 則 negation R 如果若P 則 negation R 的話 我們一樣從 negation 開始 因為這個 negation R 的連接詞強度比較強 所以我們應該從 negation R 開始 那 negation R 它是什麼呢 它是跟 R 是相反的 所以呢 如果 R 為真的情況 它就應該 為假 如果 R 為假的情況呢 它就應該為真 所以它最後的結果呢 應該是 假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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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呢 很快地可以把它做完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conditional 若P 則 negation R 這個 好 那 這個若P 則 negation R 這個呢 當然是要前真後假的情況為 假 對不對 好 那各位看 P 作為前件 各位注意回到這裡 P 作為前件 好 這個 negation R 作為後件 好 各位去找找看 有沒有前真後假呢 喔 有 在哪裡呢 在第一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 好 第一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呢 是為假 其他情況呢 應該 都為真 所以我們很快地 可以把它完成 就只有第二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為假 其他情況呢 都為真 那完成之後一樣 各位仔細看 紅色的部分就是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 大家觀察一下 有沒有那個 全部為真的情況 當然有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了 還有這個 第五個第六個都是 全部為真的情況 好 所以至少它出現了一個 全部為真的情況 表示這三個 語句呢 彼此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 這三個句子呢 可以同時為真 那我們就說 這三個句子呢 是 一致的 也就是說這三個句子的 彼此之間是 consistent 因此呢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 一致呢跟不一致呢 是一群句子的關係 好 那我們第四單元呢 就會到這裡結束